各位乡亲,大家好 我是卫生福利部屏东医院妇产科陈维林医师 子宫颈癌是台湾女性十大癌症发生率之一 而研究显示定期的子宫颈抹片检查 可以降低60%到90%子宫颈癌发生率和死亡率 而抹片检查的对象是 有过性经验的女性 尤其是早婚、生育子女多、性伴侣较多的妇女 更应特别注意 进行子宫颈抹片检查前有哪些注意事项呢? 1.不要冲洗阴道 2.误放置塞剂 3.避免盆育 4.前一夜不要有性行为 5.避开月经期间 以无性生活或停经的妇女也要做子宫颈抹片检查吗? 由于人类乳涂病毒感染后 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甚至更久才会发展为子宫颈癌 所以已无性生活或停经的妇女也需要定期做子宫颈抹片检查 对于子宫已经切除后的妇女 由于人类乳涂病乳也会造成阴道上皮细胞的感染和病变 所以也建议定期的做抹片检查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补助30岁以上的妇女 每年一次免费的子宫颈抹片检查 只要符合筛检资格 就可以携带健保卡和身份证 到健保的特约医院和诊所 进行子宫颈抹片筛检服务 若是检查结果有异常或是癌前病变 就能提早治疗 避免进一步恶化为子宫颈癌 6分钟护医生 今年的抹片检查您做了吗?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的健康